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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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冰犯 冰犯 我是冰犯 它會反穩 比如說這樣大 板 對 這樣子 不是在聽嗎 等一下我們不做那麼愚蠢 快來娛樂超死客臉書 粉絲專頁按讚 歡迎來到 JSKIRR SKIRR 歡迎市民村 JSKIRR JSKIRR YEAH 雄雄 今天很開心有兩位主角 對 來到娛樂超死客 有什麼好劇要推薦給大家 大家好 我是冰帥 要推薦一下 黑喵之情 黑喵之情 跟喵有關 有喵 有喵 對 也有汪 也有汪 汪汪汪 播出時間是8月2號 10點 民視頻道跟LINE TV 我輸我已經要鎖定 聽說這部劇啊 跟寵物溝通有關 對 我本身是有養貓 有養兩隻貓 最近我也是這一兩年 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行業 你在劇中好像也跟這個 寵物溝通的角色有關聯 對不對 簡單跟我們觀眾介紹一下 好 我在戲中扮演的角色叫羅君 他是一位立委助理 哦 他就是在戲的前面發生一些事故之後 他突然間 聽到寵物的聲音 咦 對 開啟了 對 開啟了他寵物溝通的旅程 一開始當然不會那麼地清楚 他就是慢慢地了解自己的能力 慢慢去摸索 然後才發現原來這些能力 會告訴他一些事情 很好玩 因為我看過片花 他突然會覺得有人在跟他講話 他說不要吵 同時就說我沒有講話 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現實生活當中 你有真的接觸過寵物溝通師嗎 比如說拍這部 這實驗其實是一個蠻 很特別的 很特別 很玄的一個指引 對 我來講一個厲害的 哦 就是我們這個戲啊 剛開始的時候 導演為了要research 然後他就也是去找寵物公司 他就想要測試這個寵物公司 他就帶著另外一位女的編劇 然後去他們假裝自己情侶 然後帶著那個女編劇的貓 去問寵物公司說 幫我們看看他有沒有什麼想要說的 哦 然後那寵物公司就看了一下貓 就 對著我們導演說 是 他說 他從來沒有看過你 欸 他不認識你 他就揭穿那個謊言啊 對 欸 超誇張的 然後導演就 導演 導演自己覺得超害羞 他整張臉就紅了 他覺得很丟臉 就自己變成揭穿的感覺 這是很厲害的 這是很厲害的耶 然後他就再也不敢騙他了 真的好強喔 這個好厲害 我聽過很多那種寵物 就是講的還蠻真實的 就是 因為很多人會用很多方法 有些可能給寵物公司 可能用視訊的方式 或用照片 那有些寵物公司 可能就會先跟你的寵物聊很久 聊完之後 可能用心理的方式 去跟你的寵物溝通 不同 對 每個寵物公司的方式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家的貓 就屬於那種很愛說話的貓 就是可能我早上五點六點 他們就會開始一直叫 就模仿機 一直叫 就叫 然後晚上也是一直叫 我去跟我室友說 我真的忍不住想找寵物公司 他就說 不用問你問我就知道 因為他肚子餓 他肚子餓 他想吃東西 你餵完之後 他一定不一定是不是 我自己 專家 因為我們 我們後來就換我們去上 因為要演這個戲 然後我們就去上寵物公司 然後我家貓也是半夜 會一直叫 而且重點是 他都是會抓在我要去睡覺前 我關完客廳的燈 要走回去睡覺的時候 他就跑出來叫 那你不會覺得很毛嗎 就是感覺好像家裡面 有些什麼看不到 他想要一直跟你散意這件事情 我也是有想過這個 但是因為我搬過家 他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對 然後 我就問寵物公司 然後寵物公司說 他就只是閒 閒 要找人陪他玩 因為你要睡覺 他們是不准你睡 所以你要不要叫 對 然後呢 他讓我自己跟他溝通說 我平常只要白天出門前 陪他玩一下 我有空的時候盡量陪他玩 他晚上就不叫 然後呢 講完喔 而且那個是用遠端連線溝通的 我回 視訊是不是 對 就是看照片而已 好厲害的 我回家 就是想說 觀察一下 到底有沒有笑 有沒有叫 那一天晚上 關完燈 關完燈 我又聽到 那個他從高處 衣櫥往下跳 一聲在地板上 我想說 狗狗哥沒用嘛 感覺他就是馬上要叫了 然後我就聽到他這樣 收住了 收住了 哈哈哈哈 欸 這樣好妙喔 他就收住 而且貓很少會這麼聽話 個人覺得貓是很難溝通的 就狗狗還可以握手握手 貓沒有辦法握手 貓很自我啊 握手 所以你就講這個故事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我們的溝通老師跟我說 我們家的貓 跟他講 我回家不是躺在沙發上 就是躺在床上 喂 哈哈哈哈 跟這個劇裝角色 是不是有點像 然後他把我家的格局講出來 喔 欸 這有點害羞欸 聽完這個故事 我決定要去找你那位寵物公司 欸 我覺得這個寵物公司 真的很厲害 而且因為上了寵物公課 我再也不敢 放任何家裡寵物的照片 在列書上面 搞不好我家在哪裡 他的照片 欸 對耶 天啊 他還賴說 喔 明帥明帥 現在床上準備睡覺了 大家準備了 哈哈哈哈 很恐怖欸 天啊 真的 那我常常po我的貓在IG臉書 沒關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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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上課 其實有學到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是帶著善意 他們才會願意跟你溝通 哦 如果你有惡意的 想要刺探隱私或是什麼的 其實你會根本沒有 他們是拒絕跟你溝通 因為他寵物溝通的第一件事情 來自於愛 愛 所以你不能夠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或念頭 對 我終於找到出路了 我今天要幫我們家的報告 好好溝通一下 對 我真的覺得很適合 他真的早上六點跟晚上就一直叫 我覺得寵物的跟人之間的問題 對 大部分是主人的問題 對 我覺得 就你怎麼跟他生存 沒錯 這是人的問題 大部分是人的問題 可能你沒有做足夠的功課 去怎麼飼養他 我們今天有寵物 他講我相信 你不用再加油添醋 因為我們附和 講了這麼多寵物過 那我問他 我們來測試一下 對啊 其實今天我們兩個要來挑戰你 對 因為我們今天一樣 號稱寵物公司 因為我們都有養寵物 我們都很喜歡 我們都是演來的 沒關係 因為剛聽完 我覺得他還蠻專業的 真的很厲害 今天這個 另外一位主角也在現場 小小 我們想要 三個人來做一個比賽 到底誰是真正的寵物溝通師 誰是真正的寵物溝通師呢 馬上來看囉 好 我們現在又 歡迎我們小小回到現場 YA 因為我們要測試 誰是寵物溝通師 對 有專業的 業餘的 那我們剛剛靠近 那個專業寵物公司 這麼靈動皆盡 靈動 改善一些他的氣息 好 那怎麼比呢 就是我們要放零食在 小小的鼻子或頭上 是 對 那跟小愛的溝通 愛的溝通 對 那等到說我們 溝通完了之後 可以吃 還在吃掉 這樣就算厲害了 哦 那如果說我們放去 小小呼吸帶 可能就一直動 或者是 YA 就把它吃掉 好 嗯 就失敗 那誰先開始 嗯 你先開始 我先開始是不是 好 那你快 身為一個專業的 溝通 光臨過 祖傳三代 現在第一代 好 那我們要再講 好 小小 等等 等一下 我們剛剛 剛剛有講好了對不對 好 你要這樣 下來一點才不會掉 等等 然後放低一點 等等 等等 不是 好 不可以吃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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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了 B失敗 好 換小鹿 OK 他有手上來 好可愛喔 好 行行 哇 為什麼 我放 他流口水 等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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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他手好可愛 可以 好 你乖 你乖 乖 你乖乖 好 乖乖 乖 好 吃 OK 可以了 GO 吃了它 拜託你 吃了它 你不要看我 你就吃就對了 他那表情 OK OK 可以吃了 OK 可以吃 好 我吃 這邊 這邊 傻眼 這邊 這樣子 就是 對 他有點 他有點好像在講說 是要玩多久 他已經充滿了怒氣 好 真正的要來了 好 專業的來了 欸 跟他相處多久 我們拍這部 從訓練 認識到拍完 就是 四個月 四個月 好 坐下 坐下 好 你看 馬上就坐下 喔 等等 等等 他捲金的人喔 一直叫他等等 不要漏氣喔 OK 不是 他鬥 他鬥幾眼耶 他鬥幾眼 好棒喔 握手 握手 基本的 我會坐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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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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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輸了 我們輸了 他會翻滾 翻滾 哦 翻滾 就比如說這樣子啊 翻 對 這樣子 是不是在叮啊 我想想我們 我們不做那麼愚蠢 我們對戲的時候其實我慢慢覺得他根本就知道我們在拍戲 然後很多時候他就是平常不太願意配合 可是拍戲的時候OK 然後喊咖他知道喊咖 哦 好聰明喔 他喊咖就放鬆 就跑去找吃的 對對對 我覺得這部劇啊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生活當中跟寵物相處的過程 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覺得這部劇大家一定要值得住 所以大家一定要準時鎖定我們8月2號民視頻道以及LINE TV的黑喵之情 再一次謝謝我們的市民帥以及小小囉 謝謝 8月2號請鎖定民視頻道以及LINE TV 余的超斯克我們下次見 Bye Bye